我家里很穷 15岁就辍学了 我准备精神打工 但是也没有钱 还是贷款了200块钱 还100块钱的利息 就这样 我成为城里的小卖部的 加油 加油 小卖部的售货员 因为算不清楚钱 然后就被送回去了 然后 我又做餐厅的服务员 因为做事情不麻利 打碎盘子也被开除了 就这样 浑浑顿顿到了28岁 28岁了我一事无成 我就想回家 随随便便嫁个人 可是随便也没有随便出去 就 我的人生到了 切底的低谷 然后我来到上海 在上海街头 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上 有一幅画 画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我就把她画了下来 结果邻居觉得我画得比书上的还美 我也觉得画得很美 接下来我就疯狂地画画了 然后觉得吃饭喝水睡觉 都是在浪费我画画的时间 刚开始我画的是具象的画 后来因为我觉得它局限我的思维 然后我就选择用简单的线条 用签字笔在纸上 随意的画 自由自在的画 无边无际的画 整个人都躺在上面的画 那种感觉 很自由 对吧 特别美好